定书机是我们日常办公中最常见的工具 它可以让咱们的纸张材料变得整齐有序 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定书机的工作原理 从操作使用的方法来看 定书机的工作原理好像非常简单 但是背后的机械设计却非常复杂且精巧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特别好奇 定书机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定书机的工作原理 在了解工作原理之前 咱们先得深入了解定书机的基本结构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了解过的领域 其实定书机之所以能够完成定书功能 主要是因为结构组成非常完善 标准的定书机组成部分包括推动器 箱子 底座 弹簧 弹片 托板 变形器 锚钉 压形器和定位轴 在这几部分的协同工作下 轻松实现定书机的装定功能 如果想要使用定书机的话 首先得把纸张整齐的叠放在一起 然后放入定书机的托板中 托板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纸张稳定 接下来只需要按下定书机的手柄推动器 就会被压紧推动箱子向前 而箱子前端有一根细长的针 箱子被推到一定位置之后 针会穿透纸张 这就是定书机的进针功能针 穿透纸张后会到达一个模具处 模具会使针头弯曲 这样就在纸张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孔洞 并且可以固定纸张位置 这就是定针功能 也就是定书机的核心功能 装定工作完成之后 只要松开手柄 弹簧和弹片就会恢复原状 也推动箱子回到初始位置 同时钉子和端盖也会被弹簧的回弹力推回 至此整个装定过程顺利完成 这就是定书机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除了咱们常见的这种定书机之外 市面上还有一种无针定书机 听名字也知道 这种定书机跟咱们平时用的定书机完全不一样 它与传统定书机最大的不同就是 不需要定书钉 直接通过高压对纸张进行压缩 形成小孔 以此将纸张固定在一起 这种款式的定书机更加环保 使用也更加方便 只是目前并没有像传统定书机那样流行开来 我们生活中使用频率更高的还是传统定书机 不得不说 自从定书机出现之后 我们可以随时将纸张钉在一起保存 给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了解了定书机的工作原理之后 想必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 定书机的工作原理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是背后设计和制造 却需要精确的机械知识和工艺技术 只有这些精密设计通力合作 才能够带来更加方便可靠的装定解决方案 只能说发明定书机的人确实非常优秀 他充分考虑到了 咱们的实际需求 将所有的设计融合在一起 顺利解决了咱们日常办公中出现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